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女子沙灘排球運動員 我是文靖 我是阿Ling 我們大概在16、17年開始接觸沙灘排球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就是人數的差距 可能打室內最少六個人 但是沙灘排只有兩個人 而且是不可以換人 兩個人打的時候 體能的消耗大很多 參與感比我的感覺是多很多 以及滿足很多 因為我們本身比較矮 所以沙灘排對於我們來說 那個靈活性就比較高 也考考我們兩個的默契 或者配合度就比較高 我們就可以做到更多 自己的節奏和戰術 我們曾經去泰國打八周賽 天氣很熱 而且當天是要打兩場比賽 早上打完下午也要再打 因為天氣很熱 再加上體能消耗很大 我去到焗尾的時候 出現抽筋的情況 當時由小腿開始抽 然後打一打下 小腿四個東西一起抽 完了那一刻 我是要坐輪椅離開 真的很深刻 我們這次就參加 就叫做周濟貝 也是奧運的外圍賽 我們這次對戰印尼 我們一隊和二隊都輸了 但是我們二隊 我們就覺得有機會 也都其實有能力可以贏到 但是最後打三局 就把握得不好 最後輸了一點 這次也是我們第一次去參加 奧運外圍賽 我們是跟外面的對手的 實力差距是拉近了很多 我們不會贏了 我們之前的會議 我們不會贏了 我們要負責 我們會贏 我們發出財